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您从担任政委 甚至之前就提到开放政府这个观念 然后到现在最新的数位发展部 您觉得台湾在数位时代 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眼前的挑战 最大的我想是自动安全的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 透过网络来递送 它要怎么样不中断 不受到干扰 没有泄密的问题 没有篡改的问题 这个是大家都关心的 那数位转型的速度 我看是以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疫情毕竟这两年 没有像国外就是有点被迫 数位转型的情况 所以我们是按照有需求的情况 慢慢的来做数位转型 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这让我们是用国外 已经测试过相对成熟的系统 比较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转换成本 就可以慢慢的做数位转型 所以这个我不会觉得是好像太慢了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如果突然间有一些泄密 篡改 阻断服务的情况 那不免大家对于数位转型的信心 就会有不同的情况 那更何况我们很多的攻击 其实不是完全境内 也有来自境外的 所以它的攻击表面 如何让它缩小这个攻击表面 就是让大家能够攻击的地方变少 这个也很重要 那好在全世界民主国家 都会想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是采取一个叫做 Public Code 就是公共城市 城市码的城市的方式 尽量跟我们民主阵营的朋友 共用这些元件这些系统 然后大家一起来联访 那讲到这个资通安全 我就想到台湾最近的讨论 就是我知道您的立场一向是 即便是假讯息 您也认为说不要把它下架 我们应该有什么办法 能够澄清它或等等之类的 那最近好像有一个讨论是说 在防范这类假讯息的时候 台湾政府这边 或者是其他民主国家这边 也说那我要拿这个资讯怎么办 也有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下架 停掉的讨论 你有所谓幽默辟谣的做法吗 对 我们在疫情期间做很多吗 对 自通安全怎么跟 有些人会觉得言论自由受限 您觉得这是 这个议题是绑在一起的吗 不过刚刚提到自通安全 比较讲的是防篡改 防泄密跟防阻断 对 那您刚刚提到的比较像是混淆 所以是不同的层面的事情 那我想如果我们的通讯系统 任何人的发文 都可以立刻被其他人 等于抢劫掉他的身份 可以冒名顶替 那这样子也不用谈什么谣言 还是假消息 假讯息危害 基本上人跟人之间的 基本的沟通都成问题 所以我们能够讨论 在上面的言论自由讨论等等 的前提 是底下的这个自通安全 是要平稳的 我觉得是不同层次的事情 OK 所以顾好了这第一个层次 就是您刚才前面讲的吗 那到了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大民主国家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面临这种假讯息的混淆 也是大家很希望请教 您的在这个部分 对 其实这个就跟防疫有点像 就是说有些地方 当它已经非常弥漫 已经不只是假讯息了 而是整个社会对立极化 所谓的后真实等等的情况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开始有一些 比较激烈的对策会被提出来 有点像不得不封城这样子 那但是在台湾 我们这两年多来没有封城 没有哪怕一天封城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先在边境 那甚至是确保大家有接种疫苗 有做我们所谓 contact tracing疫情的调查 在疫苗普及之前做的这些活动 那对比到假讯息危害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刚开始某一些假讯息 还没有扩张到所有人都收到 但是就看到它正在升起的时候 那就要去做疫调 去知道说这个是哪里来的 所以重点不是它的内容本身而已 而是我们说ABC 是谁在做这个行动 它的这个行动的范围 有哪些有哪些行动的pattern 就是哪些行动的样式 让它看起来就不像是 一般的言论自由的发表 而是可能几万个假账号 那只有当这个行动者 跟他的行动的范围 很容易的被发现 那我们就知道说 不管它内容如何 这个就是假账号 那它不应该装成 好像真的那么多人的情况 那这部分也是某种程度上 需要联防的 就是说大家发现有这样子的情况 不管是在司部门 有趋势科技啊 防诈达人嘛 有Google Luke 叫做Huscom 那在社会部门 有Cofax 真的假的 有台湾知识查的中心 有Michael Penn等等 那等于大家一起联防 让这样子疫调的工作 能够每次有新的变种病毒株 的时候就能够立刻知道说 这个是哪里来的 那等到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都知道这件事情的速度 比它传播速度还要快的时候 大家就有所谓心灵的抗体 真正看到 也不会立刻就盲目转传 了解 好的 那我下一个问题是 您应该提到其实 台湾面临到这种多重的挑战 我自己很好奇您对网军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支通变军是确实是有需要 因为面临混合战 那这个预算是编在国防部 所以这跟数位发展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编辑 对因为会降落也是因为从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的脉络里面 或者是有时候台湾的批评也会把您跟网军扣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有两个议题 一个是台湾是不是需要有这样 那你刚才提到 国防部需要发展 有支通变军 对那你怎么看你都会被外界 把他跟你跟王军绑在一起 有啊还有说那个我的脑坡什么 征服啊 西伯帽啊 天线啊之类 对因为我抛弃掉我的肖像权跟我的主作的智慧散散权 所以就是民间有各种各样就是唐凤的各种超能力嘛 那那我看到我就觉得说很有创意 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用 原来又被合成新的民音图 那我也是觉得带着欣赏的态度 OK 所以比如说面对您啊 就是您接任数位部长 然后一定会有台湾的评论啊 说是不是有什么东厂又要开启啊 所以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你的业务 是不是很熟悉才会把你跟所谓可能现在执政党 他可能背后有一个什么黑暗的王军绑在一起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他是你觉得这样笑一笑幽默就可以 我想我想大家大家都知道脑坡控制不是我的业务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家传 还要我吹个笛子旋律什么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本来迷因就有他自己的生命 对 我不会觉得说他里面用了我的肖像或是用了我的名字 我就觉得很offense 没有没有 我不会觉得好像被挑战 我会觉得说这就是大家 因为我抛弃掉肖像权跟智慧财产权 所以大家随便的去这样子编造就好像一个小说人物那样子 那时候也是带着现象的角度 可是他也变假讯息了 但重点是大家看的时候会不会笑一笑就过了 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生气 然后就赶快转转等等 因为重点不是这个讯息本身的真假 而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心里有没有那个抗体 有没有免疫力 所以你看了一笑致之 这个就是免疫在起作用 你就不会盲目的加上愤怒的讯息在转传 所以我觉得就尽可能的用一种谜音啊幽默啊等等的方式 无形之中也是在让大家这个抗体浓度可以增加 好的 好 那当然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中国军演以来 对于台湾咨询安全的影响 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子痛的安全 那数位上台湾可以做什么准备 对 我们现在在推广一个概念叫做多元抑制 就抑制性 抑制性就是有多种解决方案并存 然后用一种分散式的架构来应对物举力 好比像说在日本311地震之后 那艾沙尼亚发现日本有些资料因为地震 所以不见了 所以艾沙尼亚就很担心 当然可能不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总之艾沙尼亚就决定 他们在卢森堡以及之后其他地方的大使馆的机器 要主张是他们的领土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把资料加密之后 备份到这些地方 那这样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也就不会断线 又或者他们的内部文件交换的那一套系统叫X-Row 他们就跟不管是冰岛还是芬兰一起来维护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种Public Code刚刚讲公共城市 它的好处就是说跟我们有类似的价值的 愿意跟我们互相联防的 它不是只是在外面说我们支持台湾 而是它可以采取实际的行动 帮台湾备份 那帮台湾去联防这种Public Code 去开发公共城市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备份 还是在民主体系之下 每个人都可以帮忙加入 变成Public Code的一部分 一个节点 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全民数位任性 您在之前的访问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 有一个方法是我们要去禁用一些威权体制 底下的产品 那当然国台办法人是直接说 这样子 他们的说法是民进党当局用资讯安全来 禁用中国大陆产品 那其实是伤害两岸的利益啊 比如说损害台湾消费者啊 台湾供应链啊 影响台湾自身经济发展啊 等等说这样的做法不得人心 不过我们采用的 像我有公开说我们官网 它为了防止篡改 采用了一个叫做星际档案系统 IPFS 那它就是一个分散式的民主式的资料储存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在流量清洗这边 我们是用Web2 CDM Calflare等等 但是IPFS这个系统 它很有意思 它就是全世界对这种民主价值感兴趣的人 它可以捐出自己的电脑 捐出自己的连线能力 然后愿意帮我们数位部备份网站 或至少路由到愿意备份的网站 那如果去看它实际参与的节点 就是这种防止言论控制的节点的话 也不一定都在民主国家 所以可见 不管是你在民主还是极权的政体里面 只要你对这种分散式的 我们叫民主网络 Democracy Network 有兴趣 那你就可以贡献出来 变成增强我们任性的一环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说 这个节点不能够跑在哪个管辖领域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产品是会经由吗 就是这个IPFS的设计者 它当然是秉持着民主的价值 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它列成 危害国家资同安全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有一个白名单 叫做共同供应契约 在那个上面的我们就尽量去使用 IPFS因为还没有进供期 供期要两家政府机关采用了 才能进共同供应契约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试用 但是之后如果这个web3 这个解决方案好像还不错的话 那我们也会辅导它进入 不管云世界还是共同供应契约 所以对我们来讲重点不是说 好像什么都不能有 重点是我们要确保哪些不是 危害国家资同安全的产品 让我们来使用 所以这样听起来 未来这个数位发展 他也不会说 因为好像在台湾有一种感觉 但在国防上这样看 就是说面对中国大陆 可能的武力清洗 所以台湾这边应该 跟中国大陆这边 就有很多的防范跟等等 那在数位发展上 中国跟台湾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吗 刚刚已经讲了 不管在哪一个管辖领域里面 它也有制造一些城市 它是促进民主价值的 当然就是他们的国家 喜不喜欢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情况下 重点不是它在哪个地方制造 哪个地方协出这些城市 而是说它这套系统本身 它使用怎么样子的价值 只要这个价值是危害 我们的国家自动安全的 当然就不能使用 但这个价值 如果像刚刚讲IPFS 是促进这个民主的分散式的 那即使它里面 某些节点的运行 或者是某些城市的撰写 是在不同的管辖领域里面 那当然我们也还是用 所以重点不是禁止它的产地 或者是它在哪里制造 重点是它的运作的逻辑 了解 我也想到一个就是 就好像 就数位这个世界里面 我想听看你的意见 就是比如说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大家也会觉得说 台湾有部分声音认为说 我们现在面临到 这个中国这么强的邻居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跟它有尽量多一点的沟通跟交流 或者在外交上 有时候人家说 鸡蛋表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 在数位的世界里面 它是怎么样运作 我们怎么样跟一个威权正体打交道 其实ILVAS总统 就埃上尼亚的前总统 之前来台湾嘛 他有一句我觉得很好的话 他说现在重点 不是像当年北约那样子 纯粹是地缘的远近 他觉得现在重点是价值的远近 因为网际网路把价值相同 但是地缘很远 结合在一起 所以刚刚讲到这些Public Code 它不一定是地缘近的地方 结合在一起 当然一开始 它在开始一个专案的时候 像我们Nordic 北欧嘛 刚刚提到芬兰啊 宾岛啊 埃萨尼亚 确实比较容易开始一个专案 但当它开始之后 实际去加入 实际去使用的 可能跟它真的很远 但是价值上很近 所以同样的 像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很多 不管是威权式的 或不那么自由的政体里面 一定还是存在着 认同这种民主 或者自由 或者这样子的 比较正面的价值的朋友 那他也用他自己的时间 来进行贡献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 是特别重要 了解 好的 刚才提了很多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面对现在世界的局势 那其实过去 您会称自己是 持守的安娜奇 那我当然听了 你过去很多的访问 把它解读成 就是尊重各种文化的 武制主义者 但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一般人理解啦 或者我们看到现在世界的局势 不管是香港的抗争 或者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好像在 我们刚才还是在谈 所以您说可以跳脱这种地域 来做很多的合作嘛 但是面对这些独裁 或威权政体的时候 一般人在理解的时候 那我们不是数位专家 我们没有办法做数位发展部 这种可能这种比较 比较内行 或者是在数位世界里面 可以做的合作 我们一般人要怎么理解 或者是我们可以参与什么 我想无为而知 不是无知 只是说 不是用传统上面那种国家号令 他的国民的方法 是跨国界的想法 那举例来说 像俄国从今年二月嘛 入侵乌克兰到现在 那乌克兰自己当然努力分战 但是他的这个讯息 是超越了国际的边界 全球的民主阵营 他很可能不是说 我要成为乌克兰的国民 所以我要防守乌克兰 而是说我认同他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 那同样的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加密货币的社群 他们也第一时间就提供了非常多金钱上的援助 因为那个时候国际的银行汇兑的系统 不一定那么快嘛 但是同样的加密货币 它超越了国界 所以只要你认同 这个加密货币的网络有价值 它对你来讲就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讲到 不是不治理 没有不治理的问题 只是这个治理并不是框在特定的国家的西法利亚的边界里面 那这样子我觉得蛮好奇 因为数位发展的部就是在台湾政府底下 然后有几部几会 然后您就是担任部长 他就是在一个传统的政治科层的这个结构里面 那他跟您的这个理念不会有矛盾或抵触吗 其实任何的网络结构 就像网际网络 本来也是很多国内的电信网络 只是大家愿意用一个叫网际的写定 大家彼此之间互通而已 所谓pearing就是互通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并不是说 就像不是网际网络出现之后 本来的阶层式的网络拆掉了 而是说你可以跨阶层式的网络 看到彼此的网站一样 像数位发展部Moda这样子的地方 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有类似的这样子的要求 希望现有的这些公部门啊 课层你刚刚提到这个组织 它无论如何基于共同的价值 跟其他的地方的类似的课程的组织 有这种横向的 像刚刚讲的公共城市啊 等等这种协作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在网络的这个模式 跟本来的课程的这个模式 中间类似一个枢纽啊 桥梁啊这样子一个角色 那这个是各国都有 也不是只有我们啊 日本也有数位厅啊 这个工作听起来非常的困难 那您从开放政府做到现在数位发展部 这好做嘛 因为横向沟通有时候是最难的嘛 因为直向的科程 你可以说啊部长说什么 啊那个副作说什么 那横向的沟通你怎么 你觉得带动到现在 你觉得这个成果是你满意的吗 我觉得重点还是 有没有共同的价值 因为有了共同的价值 创新就很容易扩散 像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一定要尽快 四分之三的人买得到口罩 戴得上口罩 之后四分之三的人要 能够选得到自己愿意打的疫苗 然后打得进疫苗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疫情的追踪 刚刚讲到疫调 24小时要先多到24分钟等等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并不是特定的做法 也不是谁交办谁做什么 而是好像一个 大家集体的智慧 然后每天每天我醒来 我每天下午两点 我们就发现说 有某个地方的人 又想到一个新的创新 又可以再往这个共同价值促进一些 所以我们的工作在政府里面 就是确保说这些创新 它可以高频宽 低延迟 广延迟的扩散 到大家所在的地方 所以像简讯十连志 当初G0B社群发明 我们并不是去要求大家 没有嘛 我们其实只有在高铁台铁 一些公共运输那边开始规划 但是其实不到一个礼拜 两百多万家 包含夜市小摊贩 都自己去印了 这显然不是因为部长交办了什么 不是这样子 而是大家基于共同的价值了解到说 如果是你去每个店家要自己下载APP的话 那意料非常的困难 而有这个共同的互通的 类似于公共城市这样子的标准 才能够达到这个共同价值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最难的部分是确认这个共同价值 一旦确认我想创新很容易很加扩散 所以面对这个中间的批评 比如说这样一定是会挑战到很多过去做事的方式 或者是任用的制度等等 那人家就说 就你最特别 大家都是这样子 由下往上承报 或做什么样的讨论 那面对这些批评你会怎么会 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一种欣赏的态度 就是这也是一个想法 而且可能也可以邀过来对话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 他会发出这个评论 表示他关心 他关心其实就是这个共同创新的可能性 如果他完全不关心的话 反而要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这些事情 但是愿意一起想这些事情的话 很可能我本来想的方法也不是最好的 通常都不是 而是说这些批评的朋友 我说那你行你来吗 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那很多时候就是想出一些更好的想法 OK 那这个工作你做你开心吗 蛮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我听起来我看你过去的访问 或者是从你童年的经验 感觉你好像是一个会背着背包 去外面流浪 或在数位世界里面 对啊 那可是现在你在一个现实生活中 有这么多的 当然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 然后也有很多的批评 在这样子持续面对挑战的台湾政府里面 对 你做这个工作是开心的吗 对因为我刚醒来 我就是在可能北美或者南美的市区 所以这时间过去到了印太 那我睡前常常都是在欧洲或甚至非洲去进行分享 所以对我来讲全球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怎么样确保民主在数位时代是涨潮而不是退潮 怎么样确保说我们的资料 我们不是过分集中在特定的地方 但是也不是过分分散到谁跟谁都没有互信 像这种问题是全球都在想的 所以能够每天从醒来到睡着 我知道那个time zone traveler 时区旅行啊 去跟全球的朋友一起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幸福 所以能够传递或者是维持这个民主的价值 是你生活开心的来源 对我们有一句说法叫做free the future 就是确保说这个自由是能够维系在 不是我们这一代而已 之后的几代都是这样 OK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您的跨性别身份 是是是 这当然是很多 我看台湾谈这个好像比较少 不晓得思维 已经没有新闻性了 已经没有新闻性了 新闻这样子吗 大概已经六年了 已经六年了 但是每每每有国际媒体访问您 或者是在邀请您的时候 这件事情都还是会被在充体 那您觉得因为您的跨性别身份 有影响到台湾的政坛吗 我想首先就是我没有什么二元思维嘛 所以当时我在五年多前 我是政党填个五嘛 性别也填个五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脑里面觉得一半的人离我比较近 另外一半的人离我比较远 所以我才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看事情 所以这个不是只是性别上的 也包含像党派上的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一些帮助 就是说如果大家质疑这样子的政策 他相信不会因为我的认同跟他不一样 我就不听他 他的质疑我无论如何就是 你行你来吗 的这个态度 那我觉得这种开放对话 没有说哪一半的人离我比较远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对于我们数位刚刚提到 共同价值的形成是有好处的 那你会觉得您对于 我不知道啦 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我好像对于LGBT社群 好像是有一个责任性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对话 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 Role model就是了 就有时候有这种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是是 我觉得因为我的性别是写无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都可以 我在Twitter上面 大家不是常会有一个代名词 什么写线什么吗 在英文语境你会写个这个 she写线her啊什么之类的 我是写个信号写线信号 那就是whatever 都可以的意思 所以我自己是采取一个都可以的态度 那也因为是选媒边站嘛 所以就比较没有说我要当哪一边的模范 这种想法 那我拉回来 问您 刚才您说 其实你政党也是天无嘛 是啊 可是这在台湾现实嘛 因为所有人就会认为 虽然您没有加入民进党 所有的人就会认为您是民进党的一员 在台湾要怎么样在这个政治立场上保持无呢 其实我2014年底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当时参与领政委的时候 也有一些G01的朋友 觉得说你怎么跟国民党合作等等 对 那所以我觉得当然外界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会有这样子的质疑 但是对我来讲 其实就像刚刚讲到的 我是选媒一边站 不会因为你现在有党派或没有党派 是这个党派或者那个党派 我就说我的平台你不能上来 你提的创新我不会采用等等 那这个是有迹可循的嘛 是有记录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 就是说你问现不现实 显然就活到了现在 还不错 那你问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异类吗 可能也不是啊 因为在台湾我们内阁阁员 不像内阁制的国家 它必须要是选举产生 我是所谓的double appointee 就是说大家只选总统 总统任命院长 院长跟总统任命我嘛 所以在内阁里面 我觉得像这样子无党级的政委委员 或者之后部长 并不是特别少见 了解 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听您分享那么多 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觉得回到个人 如果认同您理念的人 或者是也希望说 可以透过 不管是跨越国界 或者是能够在每天每天 替民主加分的民众 他应该要这么做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网机网络上面 开始去认识我们所谓的公民科技 Civic Technology 这样子的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其实已经非常多了 在台湾当然大家会举G0V 但是也不只有G0V而已 而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常常觉得很习惯的事情 好像有个箭跑卡 在国际上并不是这样子 有很多地方 它对于特别是 资通讯相关的投资 可能只是台湾的投资的某个领头 但是我们想到的这些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是采取 刚刚讲的公共城市的方式 让这些地方可以直接采用的话 其实可以大幅提高 他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出国 也可以帮助到全世界的人 那公民科技社群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进入的地方 再给我最后一个问题 数位不整 您想要达成的最重要的愿景是什么 就是全民数位韧性 确保说不管是社会韧性 就大家守望相助 产业韧性 就是各种挑战来说 可以一起数位转型 还是应变的韧性 就是刚刚讲到的 境外也好境内也好 各种天在地边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 这段重来好了 没关系 飞行模式 OK好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全民数位韧性 也就是包含社会韧性 大家守望相助 或者是产业韧性 有各种挑战来说 一起数位转型 或者是应变韧性 刚刚讲到自通讯的安全等等 那这些的 换我重来了 好 没关系 轮流一次 OK好 全民数位韧性 我想是数位发展部的核心理念 它指的是说 碰到不利的状况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嘛 疫情啊 天灾啊之类 不但要恢复 而且要学习强化自身的体质 那社会韧性 全民守望相助 是我们数位部六个司的工作 产业韧性 各种各样子的各行各业 它能够彼此分享数位转型的能力 这个是产业署的工作 以及应变韧性 这个是自动安全署 跟未来自安院的工作 所以如果要记的话 就是设发 产发 图发 这三发 就是我们的全民数位韧性的愿性 今天感谢你的时间 谢谢 谢谢